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Hi Della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想你和聽眾分享一個 現在比較常見 很多人都會受到這個問題所困擾 而且有趨向好像年輕化 英文就叫做Hair Loss 但有很多人覺得只是甩頭髮 當然甩頭髮是很多人想遇到 或者不一定是老人家 甚至年輕人 甚至乎你有一個最小的當年小孩 幾歲 五六歲左右 就已經去到差不多禁止頭的情況 甚至乎連身體的其他部分 例如微毛那些都會脫掉 在醫學上 在這個範疇中 也有很多不同的分別 界定、形成因素 或者如何治療 都有很大的區別 或者袁醫生 你今天幫我們的聽眾 可以詳細解釋一下 整體無法脫落的情況 以及在同類療法上 如何能幫助患者呢 首先從基本的醫學 常識方面講一下 脫頭髮、毛髮 其實是一個什麼的毛病 在醫學上 我們會把脫頭髮分為兩大類 一類就是頭皮本身有問題 也有一類是頭皮本身沒有問題 沒有頭皮的問題 當然我們要了解 其實很多人一般都有這些 很輕弱的 不是白炎都很厲害的頭皮 這是很普遍的 很多人都會有間中的時間 會有的 所以我不會當它是一種脫頭髮的問題 好了 首先講講 有頭皮本身有毛病的脫頭髮 一種大家可能都會聽過 是頭鮮 英文叫Tinear Capitus 頭鮮 通常你會看到 頭鮮的範圍是很清晰的 某個地方 通常這種脫頭髮的毛髮 可以說是在接近頭皮底部的 面臣是掉下來的 它未必是連根拔棄 總之是在表面上很接近的 通常你會感覺到 摸下去是有些髮筋在 有些髮筋的 有些毛髮的筋 還有刺的刺 如果是再短一點 你會看到黑色的點點 即是頭髮的點點 在脫頭髮的範圍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 邊界是很清晰的 你可以看到邊界在哪裏 如果有兩種 譬如有一種 是同一種微生物 叫Microsporum Ordonea 或者Tinear tonsillin 這兩種微生物引發的頭髮 通常會比較嚴重 而且會很紅 很鮮紅 而且有些浮腫 也有頭皮的硬落 甚至乎在髮囊周圍 或者髮囊的地方有些濃 这种菌引起的 就会出現這些症狀 通常在醫學上 會有一種特別的燈 我們叫做wood lamp 照下去一種紫色的光 可以看得清楚些 也會做一些毛菌的培植 我曾經所說的 那兩種毛菌 通常這一類的頭髮 通常都會完全關閉 另外一種是和紅斑狼瘡有關的 Lupus erythematosus 在一種紅斑狼瘡症之下 就出現局部的頭髮脫落 你會看到當然會看到一個圈 在頭皮上一圈一圈的紅斑狼瘡 也是頭髮脫落的部位 通常是局限的 那種紅斑狼瘡是比較低的 OK 可能有機會有些痘的形成 跟剛才的頭髮是有些不同的 通常不是很紅的 也可能已經出現了痘 因為它不是紅 你初初看下去 你會覺得頭皮沒什麼事 頭皮本身就沒事了 但如果你小心去看看邊緣 你會看到頭皮本身有些變異 OK 當時在紅斑狼瘡的診斷 有一個方便的地方 通常紅斑狼瘡不會只是出現頭皮 脫頭髮這麼簡單 通常會有些很典型的皮膚 紅斑 所以很多時候很容易知道 問題是整體系統性的紅斑狼瘡 不是只是頭皮的問題 好了 刚才所說的是和疾病有些关系 而導致毛髮脫落 剛才所說的是頭皮 TNC 以及紅斑狼瘡 Discoid有蝶型的紅斑狼瘡 亦都會導致整體性的廣泛性的脫頭髮 還有還有一種脂液性的脂液性的皮炎 英文叫Sibaroid Dermatitis 很多人會出現一種發炎症 我們叫脂液性脂液性的脂液性 出現廣泛性的脂液性 不是一塊塊 是整體廣泛性脂液性的脂液性 因為廣泛性脂液性 通常醫生是不會看得出的 因為他只不過是病 說什麼是脂液性脂液性 但是它是廣泛性的稀薄下來 所以醫生不是很容易 當場可以看到一個圈一個圈的脫落頭髮的情況 背後的問題 這些脂液性的脂液性脂液性的皮炎引致 通常都是一種輕微的炎症 以及是輪化的過程 當時起因可能和病人用洗頭水 用得太密太多 即是不適當洗頭水或化學物品的刺激 可能有機會是這個因素 嚴重的是頭皮已經有折痕 耳環製後面、鼻腫下都面具於激烈感 腰attone皮包 confess了 住着尿免的狠 呈复性脂液性脂液可能會一直伸佔下去 是不會越來越差 在某種程度上 肚皮就会停止下來的人 通常这个问题医好了之后 头发也很容易删掉 有一种脱发毛发是没有皮肤的问题 头皮是没有病的 一种最简单的我们叫做斑托 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说是鬼提头 是一种斑托 斑托可以看到很明显一颗很清晰的 圆圈的头发是脱了 头皮也没什么事 很正常的看下去 典型的斑托大概是2-3厘米的直径 通常你只见到一颗 但有时你可能小心点去找 可能有2-3颗在头皮其他地方 在一些没有那么典型的案例里 头皮脱落可能是很多颗的 很大的 甚至严重的就是全身性的脱头发 你刚才所说的病人很多年前 现在大学生了 6岁的时候 属于这种斑托 都是全身性的斑托 OK 当然 这斑托主要是会影响头皮的位置 但也有时候会影响眼眉毛 或者眼睫毛 甚至乎是胡骚的位置 脚落底的阴毛 甚至乎是脚落底液下的毛发 以及阴毛都会有影响 这种病人通常都可以出现 但最常见的都是那些小朋友 即是大小小的小朋友 还有青春期的人 就会比较多一些 这种的斑托 过程的进度 预后 都是很参差的 如果那些人早点进行全面治疗的时候 有时候一段时间自己也会痊愈 很可能 它会删到两三个厘米 然后就稳定了 可能几个月 6个月 12个月 稳定了 然后 开始有新的头发出现 这些头发最初删出来都是白色的 慢慢开始 重新再生长 可能到了18个月后 可能完全痊愈了 如果这些病人是比较多些的 斑托 或者多些范围的斑托 通常预后都是比较差的 在医学上 都是比较差的 我们要继续看着它 有时候你可以试试 你可以试试 到底脱头发的情况会不会继续扩大 我怎知道 有时候你可以在头发的边缘脱一下 如果你是每次去脱一脱 那些头发都脱了 脱了头发 就是说它会继续扩张 是 一般来说 头发就不会用手蚊蚊蚊蚊就会脱了 通常都会稳定了 有些人 会经过一段时间 全痊愈好 但这个过程里面 都是有高高低低的 有时候有些新的头发脱落 但旧的方面又会更好 当然有些病人 好像我昨天所说的 很久以前一个小朋友的情况 头发完全脱了 通常在西医医学上的资料 一般来说 是完全康复的机会 就是大概25% 有些人有了之后 如果你不理他 或者在西医医学上也没有得意 通常都是25%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成因 当然有些认为 可能有遗传有关 因为大概30%的病人 可能是有家族性 可能和遗传有关 但大部分都觉得 这是一种自身免疫的病 身体的自己的细胞 攻击自己的头皮细胞 这种自身免疫 通常会出现 攻击自己甲上线的细胞 和肾上线外层的细胞 或者身体蓝白质的不同细胞 很多时候我们也有白色 白色也是属于自身免疫的情况 很多时候跟班托有少少连大 也会容易出现 但基本上我们暂时说 都不太知道起因 但也发现情绪有机会 有关 但关系是否因为起因 或是因为有些人 出现了之后会否很紧陈 情绪激动 所以是起因或结果大 也不太清楚 当然有些年轻人 突然发现自己的头发脱了 很肉酸 当然情绪会有不开心 所以到底起因或结果 暂时来说 也不太清楚 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了 一时间我们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是 无法脱落的同类疗法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healing.com.h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是今天的题目 就是 无法脱落的同类疗法 袁医生在上一节 帮我们解释过 在医学上有分开种两类 一种有头皮问题的脱落 或者另一种没有头皮的脱落 相信 刚才说的斑兔之外 另外还有一些 关于没有头皮问题的成因 麻烦袁医生继续帮我们 另外一种是 梅毒的后维症 这种我可以这么说 不是很多 我过去也没有什么机会 遇到这类问题 通常因为梅毒关系 后来就出现这种脱落的一块 这种斑托 脱落的地方 就好像被 飞蛾 吃过 总之它不是很清晰 不是很干净 边缘也不是很清晰 鬆鬆 而且会轻小一点 你可能会知道这个病人曾经有梅毒 这种通常都是过度性的 如果我用头尿发治疗之后 很快就会完全生病了 另外一种是 幽子期的脱发 幽子期的脱发 英文叫做Telogen efflubium 幽子期的脱发 这是一种广泛性的头发 其实我们的头发很有趣的 有不同周期 有一个周期是 生长的 Energene 生长的周期 另外一个周期是幽子性的 所以有些人会遇到 在幽子期间 头发脱得多了 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当然如果是 经常这样 不生 也是一个要处理的问题 通常我们去检查的时候 如何判断这个问题 是否属于这一类的症状呢 通常都是这样 在拔一下头发 在不同地方试拔一下头发 如果是属于这一类的 幽子性的脱发 每次拔都很容易拔到一两条 如果是 头发是正常的时候 一般这样拔一下 不会脱发的 OK 当然你也可以问病人 他平时 看到的情况 例如枕头里面 枕头里面有很多头发 或者是 毛刹 头刹里面有很多 也要看看 浴缸 每次洗凉之后 浴缸的头发是多少 一般正常的人的脱发 一天大概100条 OK 如果你有机会去 这个地方撕到 你去数 数过很多条 400多条 这就是这类的问题 如果枕数到大约100条 例如枕头袋 枕头袋 没有什么 那毛发当然有少少 大家也会有 最容易看 就是在洗凉的时候 洗凉时 塞着水 用花灑 你会剃到头发 你那时候可以撕出来 记住100度是正常的 这种优子期的脱发 在女性比男性多些 OK 也很多时候对女性 生完10元之后 或者是停止了口服的避孕药 这种情况 可能是和荷尔蒙的因素有关 但我们经常会在身体上出现压力 身体上的压力 例如高烧之后 或者心脏病发 或者可能中风 心血管的问题 当然也会有其他生理因素 都会导致这些问题 这种优子性的脱头发 很少会进展到一个很严重的 剃头 很少 很多时候 这种情况 在6个月到12个月 可能自己 都会停止 在西医学上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是有效治疗的 好了 另外一种的 托头 我们叫男性和女性 那种不同的托头 当然男女也会有脱脱的 但是男和女之间 脱脱的方法是有位置的形状 是有些不同的 在男性来说 通常在头顶 和太阳鱼两旁 你看到男性的脱脱 而女性的脱脱 通常是 局限于在头顶 你看看女性 有时可能在上面看下去 中间有些很流发稀 这个就是女性比较多 好了 在男性来说 有时的人都到三十多岁开始 OK 但是 女性来说 通常都会到六十多岁才游游 没有男性那么多 这个可能和遗传有关 有时家族性 有种情样的情况 是会看得到的 OK 荷尔蒙的因素 女性来说 都可以这么说 通常是停止生育 根延期 所以有机会和撕击数 都有些关系 通常和延期关系 比较大 很多时候这种 会出现 突然之间短期间 脱得很厉害 然后稳定一段长一点的时间 好了 另外一个情况 可能会导致脱头发 就是我们的甲上线 过低 Hypophilitis 这些广泛性 不是有皮肤 头皮的问题 女性通常和甲上线 某程度上 是甲上线低有些关系 其实很多人 年纪大的时候 都会出现甲上线低 但是这种情况 我们很多人就会 用甲上线素 来治疗这个情况 甲上线素 主要只能够 帮助它停止再甩 但是不会扭转这个过程 让它再甩 在同理疗法 我们处理脱头发 我们的手法会是怎样呢 首先我们要看看 头皮本身有没有问题 就算是斑脱 看看头皮本身有没有萎缩 或者出现是拉 通常 我们怎样知道 头皮可能已经成了拉 通常你会看到 头皮比较光滑 OK 同时 头皮本身的弹性是差了 还有可能出现 是皱纹 头皮的皱纹 其实是比较少的 或者一般人的头皮不会出现皱纹 有时你会摸下去 你会发现它是厚厚的 另外一种是萎缩 通常它会变成皱纹 薄纹 并没有了弹性 这些都是要知道 这个肥膏 要了解原因 在自然医疗和同理疗法 很多时候会用大量的营养数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坊间都会看到 很多不同的营养产品 帮助这方面的处理 我们也有些病人来 简单性的 我们也用一些 洗头水 特别的 护发 有时我用Alfalfa Alfalfa是一种 令它吸收好一点 有时病后 病后出现 我用木树芽菜 Mother Tinture 那些汁 是帮助它吸收营养 吸收得好一点 当然也可以做一下 小心不要 不要头发擦得太厉害 疏得很厉害 或者抬得很紧 经常去洗头 如果你是油益性的问题 不要用太多很油的护发 也有时我用一些按摩 在同学疗法 有些油 是专门用这类的问题 油本身有些成分 包括 Sipria 蜜蚁湿 Alica 生金车 Jabarandi 这种草 丁剂 会加到椰子油 用来按摩 也有些特别的洗头水 可以帮助这方面的处理 除了这个之后 当然有同类疗法 这节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稍后我们回来继续 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就是 无法脱落的同类疗法 哎呀你轮转天是风湿骨痛 好辛苦呀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 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3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无法脱落的同类疗法 在上两节 袁医生帮我们在医学方面 介绍过 脱头发 或身体 皮毛脱落的问题 你也讲解了有少少少日常性 我们可以如何处理 如果当问题不严重 现在麻烦袁医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当无法脱落的严重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样可以用同类疗疗法 帮助这些情况改善 或者处理康复 我们始终除了用营养素 有些特别的护法工具 洗头水 我们都会用同类疗法 因为脱毛发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想到 疗剂一定有很多 一定过百多种 不是一两只疗剂可以解决 所以我们通常去 配疗剂 我们又要了解多一些 到底症状是怎样 发生是怎样引发 我和大家简单讲讲 第一 如果脱头发是 广泛性全身都是 只有三只细疗剂 铝、链酸、链酸、 Clenium 这三只是小疗剂 发生是全身性的 全部脱脱了 аю 会在这三只诗留下 看看谁最适合 当然我又要问很多资料 才可以选择 如果因为经过化疗剂 很多人都是 重心的疗剂是Cat-min-soul 当时有其他小疗剂 最主要我们通常遇到这些情况下 通常试一试Cat-min-soul 如果因为大力梳头 疗剂也有很多 重心的疗剂是可以流黄的 如果说因为生了10元之后出现 疗剂也有很多 蜜鱼汁、石虫、钙、盐、轮酸、硫黄 都是主要的 如果脱头发出现的是小孩 就是children 大概有7只疗剂 其中是Bereta-carb、Cal-force、 Fosphoric-acid、silica、Net-merth 都是重心的 如果是因为 可能是遗险了头发 即是搞过遗险了头发之后 出现这疗剂也有7-8只 其中是Fosphoric-acid、磷酸、Cali-iudatum、Grabbitis 都是主要的疗剂 如果脱头发加上头皮脱得很厉害 跟头皮脱有关 也有大概有5只疗剂 其中是Cali-iudatum为主 如果是因为病后 因为病后脱头发 也有8-10只疗剂 主要是Carbovetch 和Fosphoric-acid这两只疗剂 在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会多问多些资料 有没有机会 这十几只疗剂 有一只疗剂是比较适合的呢 这就是我需要深层去问多些资料 如果是因为爆诊出现的 我们也有十几只疗剂 其中是水银、Dalgamara、Cali-iudatum Netmer、Rustox、野角、Cephasagri 都是有疗剂的 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起因是情绪激动有关的 我曾经说 我们也有几只疗剂 Florite-acid、Ignatia、Legasus、Cephasagri 如果是发了烧 突然之间发了烧之后 脱得很厉害 我有两只疗剂 其中一个Florite-acid、不化酸 如果是因为情绪悲哀 grieve 也有九只疗剂 其中Netmer、Ignatia、液嫌 Ignatia、女性果 和Fosphoric-acid Fosphoric-acid通常是情绪之后 如果脱头发说 是一堆堆的 一堆堆的 有几只疗剂 Sluia、Lun、Fosphoric Netmer 都有十多只 等大家了解一下 很多时候人们很喜欢问 有这个症状 用哪一只疗剂 我们找不到 只能这样单单的资料 找不到疗剂 要很详细的 如果脱头发 加上头痛 也有十只疗剂 其中Sippia、蜜蜜汁和Hepersol 是比较大 如果头皮有痕 也有七只疗剂 其中Antimonium Crudum 是为主的 如果是因为根延期的 脱头发 有四只疗剂 蜜蜜汁、石虫和南美蛇毒 主要是三只疗剂 如果是在怀孕时是脱的 有些女性是怀孕时是脱的 很少 只有两只疗剂 南美蛇毒和蜜蜜汁 如果脱的地方 在后尾枕的地方 也有十多只疗剂 首先是化疗剂 复射也有几只疗剂 包括Cadmin-South和化疗剂 以及Radium-Broma Radium-Broma是复射 如果你发现 它在海边 走到海边会好一点 只有一只疗剂 Metarrinum 如果它是两旁 在两边 有十只疗剂 主要是钙、Calcaria 石蜜、Graphydeus Cadmin-South和Cadmin-South 是飞燃草 接着是Bantok In Sports Bantok 有很多只疗剂 也有二十多只疗剂 鱿其中一个 Florate Acid 我比较用鱿 鱿比较多 鱿有独特性格 很兴奋、很开心 很容易受影响 如果它胖胖胖胖的概型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整体 Constitution的整体来到医 不一定是一个小的 除非它局部的症状很清晰 我就会利用这个 接着可能是梅毒 我刚才说梅毒方面的因素 也有十几只疗剂 不仅仅是一只 尽量拿多些资料 如果是云青的太阳鱼 或者因为打针 两只疗剂 Silica 和Sulia 是两只疗剂 主要 因为打了疫苗 是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 还有一个是 顶部出现 也有十几只疗剂 大家了解一下 在同学疗剂 我们去医抹任何症状 我们其实都需要很多 很废神的 我首先要 通常第一次 一个小时都不勉强强强 要先搞清楚 还有些我刚才提过 例如你是扶骚位置脱的 十几只疗剂 眼眉毛脱的 也有二十几只疗剂 眼睫毛脱的也有二十几只疗剂 如果女性在阴暴脱 也有七八只疗剂 其中是Nepmer Selenium Sing 这些 OK 我们要考虑 很多很多很多 幸好 我们过去的经验很丰富 我们也知道 过去这些疗剂 是成功医治这种情况之下的 脱头发 或者脱毛发 OK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说起头发 相对来说 大家可能在一般坊间 都看到很多这类型的产品 亦都趋向年轻化 当然 刚才也解释过 有些会比较简单 例如 突然间有点情绪的问题 或者是用错了一些 护肤用品 这些是比较简单 所以可能在那个情况亦都看到 更容易测试出来 换了一些产品 那些东西 就很容易 但是刚才形容过一些 比较严重的 表面上 不容易看到 一些症状 这些人就不断的 头发不断绸张 脱发不断 又不再走出去 甚至是身体各个部份 都会出现这些脱发的情況 所以要小心点处理 在找尿根里 不是3年2月可以找得到 要路径 安语医生 经过了差不多 半世纪 30年40年的经验上 要详细了解,才能配合适合的年轻 过往最小的小孩经过了一段长时间 医生并跟进,反呼呼之后 症状完全康复了 刚才提及到有些独特性的 例如山金车的洗头水护法 在陆创意健康店也有受 或者大家想简单一些 或认为近期有脱头发症状 也不太严重 店里有陈白山人身份 对头发的生长有帮助 当然,最详细的是 找袁医生做诊断 可以随随便解决这个问题 感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电话号码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你,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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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